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无助振兴使道 其实当前急務是扶贫救药 政府最少应该将第一期五千元消费券尽早派发 被市民在屈结抗疫之际 暂解延迷之急 经济日报社评 本港第五波疫情死亡人数突破三千 超过一半来自老人院 港府纵然已经定定 下星期五要为院友打第一针的目标 但仍然只是苦口婆心 在此危急存亡阶段 当局要参考外国经验 出身招谷针 引入更多针款 提升不接种的成本 而克服疫苗有益 也要揭力确保老人院 有足够人力物力 亦下不自孤立无援 商部社评 今轮疫情死者之中 多达九成是长者 故当无至急是采取分层分级措施 所谓分层分级 就是按照病人的病情 分配到不同的医疗设施 和进行救护 例如轻症者可以到社区隔离设施 和家居隔离 从而腾空医院病床 和医护人手 比更加有需要的重症病人 这套做法 在内地已经证实成功有效 东方日报报道 日前葵冲7号货柜码头 一批放在路边的发泡胶箱起火 而内地因为疫情严峻 中断发泡胶回收入口 发泡胶箱滞留各区街市 社会关注发泡胶引发的环境维生 和阻街问题 有议员建议 政府支持和扩大应用本地创科成果 进行大规模发泡胶回收 制定政策促进本地回收发泡胶 减少依赖出口内地 和减低堆填区的压力 并且统筹发泡胶箱 集中放者合适的政府地方 例如是废物转运站 文汇报报道 为了进一步保障陆路运输公港物资稳定 政府正是和广东省政府 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推进在香港设立非鲜活食品 和其他货物集中接驳的安排 第一次载货市运 在昨日下午顺利完成 四个装载防疫抗疫物资的货柜 分别运到位于葵青货柜码头 和屯门奈何码头的 临时货物接驳场 过程畅顺 运输及法案局局长陈范 联同中联办副主任尹中华 到葵青货柜码头进行视察 港岛西区薄库林道 有水管爆裂 喷出大量咸水 喷出架水柱高超过三层高 驾车的人需要慢洗 向中区行驶的一段路面 亦被水淹浸 凌晨2点多 博富林道近香港大学港铁站 附近的咸水滚爆裂 水务署人员已到场长收 星岛日报报导 动物误厂马路事件时有发生 当中不少是没有人自养的流浪猫狗 目前法例规定 当车撞到指定动物时 司机必须要停车和报警 政府去年年底修例 将道路交通条例 涵规的动物范围 扩展到猫和狗 但条例所指的猫狗 并不包括流浪猫狗 有大律师批评 如果有司机撞到猫狗不顾而去 或者会用以为那只动物 没有人自养为抗辩理由 前刑事检控专员江洛氏认为 如护署应该考虑 是否要对所有动物一事同仁 明报报道 新冠疫情令医疗废物大增 现在每星期焚化过百吨医疗废物 卫生防护中心近日更改 新冠病人废物处置指引 列明确诊者的保护医 纸巾等等 视为一般废物 即是不用再用红胶袋处理 环保署说 因应医疗废物量增加 厨房除了使用 核下清衣化学废物处理中心 亦都已经启动新界西 对田区为接收点 增加医疗废物的接收和处理能力 医管局说 会按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处理 确保处理程序符合条例 和感染控制要求 当然爆发的时候 除了院舍里面的长者 有很多又中招不舒服 那我们照顾的人 都有机会中了 少了人做事 那我想我们不希望 这样是减慢我们的进度 现在我们只剩下百多间的院舍 是没有爆发的机会的情况 应该尽量首先 跟这些百多间的院舍 是院友接种了这个疫苗 其他的都尽量是要进去 去跟他们接种 我想整体的情况会怎么样 是很重要是决定于 我们香港的疫情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香港的公营的医院 是有这么多间 病床是有这么多张 如果真的我们的疫情 是继续严峻的话 我们定点医院 当然是希望可以解决到 一部分的问题 但是那个工作量 一定是不会减的 所以很希望在这里呼吁 跟大家说 真的不要以为 由5万跌到3万 就已经进步了很多了 其实还有很多的人 是有机会带着这个病毒 我们应该是要多些 真的留在家 少些跟其他的人接触 我也不好意思要这么说了 也都是要多些注重我们的 每个人的卫生和健康 如果一有不舒服的话 去快速去做测试 真的不要踩中了的话 是要真的自我隔离 也都要通报了 新冠疫苗专家委员会 召集人刘习星说 长者接种新冠疫苗之后 有轻微的不良反应 属于正常 马里医院 我们每天都 好像其他医院 都收很多的 有新冠病毒的人进来 其实看到有七八成 都真的年纪很大 七成以上 都是70岁或者以上 大部分的病人 如果他们是比较严重的 或者离世的 都是在疫苗的接种 是很不足够 如果整体的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 3231个死亡者之中 其实有七成七 是真的没有打过针 只是打了一针 是一成四 而如果打了两针 或者以上的话 是8.6% 很多都是担心 疫苗会真的 令到长者有不舒服 或者有什么平发症 新冠口服药 陆续公广 政府专家顾问 许树昌建议 可以在指定诊所 处方相关药物给患者 可以减低入院的风险 如果是那些长者 或者是有长期病患的人士 他是在门诊 刚刚确诊 而他发病是五天内 处方到这些口服的药物 麦沙东这一只 是可以减低入院风险 是30% 而辉瑞那只 是减低入院 和死亡风险 是去到89% 所以最理想的情况 就是如果我们香港 有一些指定的门诊 是刚刚确诊 帮这些高危因素的人士 确诊到有新冠 这些长者有长期病患 你尽快处方这些药物 那你就可以减低 他们入院的风险 对我们的防疫 就是很大帮助 公务员事务局日前宣布 政府顾员服药 无需再次隔离 并可以作适当工作安排 政府专家顾问 许树昌认为并非零风险 但如果做好个人卫生 风险可以减至最低 我相信很多公务员 人手的感染 可能人手也比较紧张 复阳来说 看看你是用什么方法去验 如果你是用一个核酸 它的敏感度非常之高 如果你的CT值是30以上 其实那些都是死病毒 就没有传播性的 相反如果你是用快速抗原 很多时CT值都可能是30以下的 但如果你已经隔了一个礼拜或以上 其实你病毒量都是非常低 你都开始有一个抗体开始出 如果你是做好你个人的卫生 戴好口罩多洗手 风险都可以减至最低 新冠疫苗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说 目前的疫情绝对不能说是缓和 而伊丽莎白医院转为定点医院 希望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但对公共医疗系统仍然带来大负荷 经验之前的四波就算是每一天有几百人 我们大家都已经做到几踢脚了 现在几万人其实对医疗的负荷 是很高很厉害 很希望我们不要这么快去松懈 所以很希望在这里呼吁和大家说 真的不要以为由五万跌到三万 但已经进步了很多 其实还有很多人是有机会带着这个病毒 我们应该是要多一点 真的留在家 少一点和其他人接触 我也不好意思要这么说了 也都是要多一点注重我们的 每个人的卫生和健康 如果一有不舒服的话 去快去做测试 真的不要踩中了的话 是要真的自我隔离 也都要通报了 一步就是在家里面